公平起见 只能复活一个人 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样 被复活的这个人 要依据本场表现 来获得他的投票 大家回忆他们的表演 回忆他们带给你什么笑声 好吧 我们来开始投票 你们好 我叫邱瑞 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属于长得特别好看的 那一类的是吧 好看 你们情商真高啊 但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 才意识到 自己是属于长得丑的那一类 就长得丑这个事 你是很难有自我认知的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 才有人当面夸你 但是如果你长得丑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你就只能靠自己悟 我之前一直觉得 我比胡歌长得还帅 就直到有一天 我同学指着我 跟一个比智胜还丑的哥们说 哎 你俩长挺像啊 我才发现这个事不对啊 但是更不对的是 那哥们听完比我还生气 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自己长相还挺有自信的 特别喜欢自拍 我在QQ空间里 甚至有一个自拍相册 叫小姐请自重 里边每一张照片都展现了 一个十七色的少年 对时尚两个字的误解 我当时觉得 沙马特是这个世界上 最帅的东西了 我一米七的个 烫个一米九的头 这个发型拍合照的时候 就特别尴尬 以我的身高 拍毕业照 只能站在第一排 但是我的头发 就把后边人挡上了嘛 吴老师让我站在最后一排 最后这张照片上 就指我这坨头发 飘在前排校长的头上 我那个时候真的太爱沙马特了 我把自己QQ名称都改成了 叫障碍胡歌 高中时候 大家都特别喜欢装忧郁 是吧 我为了装忧郁 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叫柴 教小时代嘛 上课的时候看 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东北老师教育的方式 就讲究一个赶尽杀绝啊 抓到我上课的时候看小时代 就去图书馆 给我借了一套郭敬明全集 让我抄一遍 这是我见过 最南辕北辙的教育方式了 我要是抄完一整本小时代 整个时代还能有 比我更会忧郁的人吗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别的同学都在复习 没有力的作用就没有加速度 我在那边默契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闪杀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讲出来还是一样的丢人呢 我原以为自己做过的蠢事 早晚都会忘掉 但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 被你忘掉的事 Q空间都记得 而我的愚蠢都以火新闻的形式 流传下来了 早晚有一天被我女儿发现 我真没办法想象 如果她翻出我这个造型的大头贴之后 我还怎么样做一个雅丽的父亲 我肯定没办法教育她了 我要是教育她 好好学习 别早恋了 她能马上给我甩出来一张 心里有作坟 仗着未亡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感觉突然危险了 三 二 一 请锁票 是就是讲短了吗 是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吧 我 是 我本来有个开头 但我觉得不太好我就给临时删掉了 就是结束的有点突然 是 这一段 大家好我是蒙恩 这个赛制到现在真的太残酷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 我们根据票数分成两队 然后面对面的去选 你想PK谁 那对面大家都认识 而且当时 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 我真的 我觉得她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到 我就私下里每天 串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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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台 我选孟川 对吧 所以我当时真的特别佩服那些说唱歌手 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 选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愧惑 你看就他们那些说唱歌手 他们在比赛里选人的都这样的 哦 ZY是我的老师 他带我入门 没有他就没有我 所以今天 我要弄死他 你感觉说唱这门艺术的祖训 就师父领进门徒弟弄死他 是吧 而且我没有想到 友情居然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痛苦 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 就是女生的友谊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永远是充满了快乐 然后相处起来非常的融洽 每天就是逛街 没假 好喝的下午茶 然后聊天也特别快乐 我觉得马龙好帅呀 我也觉得 啊啊啊啊啊啊 相比之下 男生的友谊真的太沉重了 男生聚会的苦 从第一杯酒开始 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 然后喝两杯之后 就开始诉说 大家有多么不容易 哎 养孩子啊 压力大 你这个每天加班太辛苦 挣钱难 娱乐圈太乱了 你最近小心点 然后你啥也没说呢 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就说 啥也不说了 哐哐哐哐就开始喝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见 我女朋友坐在那 然后看着像那个 我同学的老婆 我在等她 我同学的老婆这样 脑子都有问题了 而且我到火车站之后 更加的悲伤 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 我就 行 走吧走吧 没事没事 别送了别送了 好好的 好好的吧 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 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吧 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 你知道吧 我们从小到大 接受到的友情观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从金庸到古惑仔 我们所学到的友情 都是什么呢 好兄弟从小一起同甘共苦 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 但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之间会死一个 男生友情的最高幻想 就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我跪在地上 抱着我兄弟满是弹孔的身体 但是现实中没有枪林淡雨 现实中很搞笑的就是 我们学到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 结果搭配上我们生活的琐事 就会显得我们男的非常的中二 就这两天演那个 披银斩鸡的哥哥里面有一段 太形象了 盖去找陈小春 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 他就说 小春哥 你兄弟记不住我兄弟的名字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 我觉得不舒服 就大家都是问号 就是大哥 人家只是单纯的不记得 你兄弟的名字而已 人家又不是一边记得扣子 一边说 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这打架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 但是我理解该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周春发 就英勋本色里面的一个台词 他就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会再让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 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 但是我确实这辈子 不会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这辈子 遇到最接近的情况 是我在黑板上回答不出问题 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 弹劲的三十度等于几 我回去之后 我真的 我回去之后 我就跟我同说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让人拿粉笔 在打我的头 话音味道飞过来 一黑板擦 我都懵了 电影里也没有这一段 我兄弟还在安慰我 我兄弟说 没事 周润发上个说话 也挨黑板擦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想帮我们自己的兄弟 解决问题 但是成年之后你会发现 你兄弟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 你兄弟这辈子 遇到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喝酒 就是他老婆问 你在哪呢 然后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是他的好兄弟 所以你们知道 什么时候 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 没有 就是有一天孟川跟我说 王爷 以后你媳妇要问你在哪 你就说在我家 我当时一听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兄弟 但是我相信你们女生想的就是说 这狐朋狗友对不对 但是男生的想法不是这样 男生的想法就是 你知道孟川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吗 我脑海里就是我女朋友 举例把加特林 杨文你在哪呢 孟川冲出来 孟川一快走 很多女生就是不理解 就说 为什么我在你心里还没有兄弟重要吗 其实男生很简单 就是我们储存情感的那个空间 只有5KB 我们只能记得兄弟之间 互相帮忙那些小事 但是女孩子对我们太好了 女孩子对我们的好 有5个G 我们看得见 但我们装不进去 我们就是会这样一直记得自己的兄弟 我都能想象到 即使有一天我去世了 我的遗嘱里 都会有关于孟川的部分 我会告诉他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钛牙膏 超强口腔修护力 我不在了 你记得 早晚刷牙 换口腔修护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老婆会打电话通知孟川 说 孟川 孟恩 孟川也会毫不犹豫地说 放心吧 孟恩在我这 下午 孟川 那边开吧 开了开了 谢谢孟恩 三 二 一 请锁票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我也想和他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他为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这么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他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他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他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他妈妈天天对他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废男 如果爸爸特别废 还可以叫他爸废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 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公平起见 只能复活一个人 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样 被复活的这个人 要依据本场表现 来获得他的投票 大家回忆他们的表演 回忆他们带给你什么笑声 好吧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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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大家从综合 从他过往的判断也好 从对他未来的期待也好 就应该是他 三 二 一 请锁票 你怎么 你又干啥 你干什么你啊 我帮他们抱墨 他们都看不到 省得领导再站起来了 只剩你怎么人的性格和面貌 会这么相符合呢 那干什么 那我们就请至剩来唱票 等一下 好吧 你看清楚啊 我们马上就要公布了 接下来公布分数 不用客了 如果让我们买电话 统筹 工作人员 会 大亏 还 一 说呀 我看不到了 感谢阳门 复活成功 请门 介绍积极区 首先门温他那个票 观众投票其实是比彩灵高的 我们不想让影校员的这几票 决定了演员的去留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就是门温一直都很好 当然想给他再来一个机会 门温还是醒一醒 长点心 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自己状态不是最好 感谢观众 感谢那个装置 感谢观众 很愿意让他多演 现在呢 先请邱瑞吧 因为邱瑞刚刚是很潇洒地离开过我们 这次是要 这次再次要离开我们 杀他这三技三出 非常抱歉 我又把你叫后来弄了一次 这种心理经验的你可以跟周期末交流一下 他比较熟是吧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跟我们说两句 我真没啥好说 我特别喜欢那个小男孩 特别喜欢那个 就是你们不喜欢的我也喜欢他 我也喜欢这个小男孩 没有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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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呢喜欢呢 对 来吧 来吧 娘娘 娘 这是另一位非常让我们惋惜的新人 就我觉得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然后我还会继续干脱口秀 就请大家来线下看我 我会进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娘娘 娘娘你很棒 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娘娘 下期再见 谢谢谢谢 谢谢 快乐加冕 让你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赛段结束之后的 全部结果 直通小北磅礴斗的 回答广志 带定区有11位朋友 来赢得最后 直通半决赛的名额 比赛是残酷的 但也是精彩的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我们下周二周三见